根据游戏改编的电影《古剑集团》之刘岳昭明 以奇幻动作大片之事 是攻入了今年的国庆档 近日在片中饰演娇人的高一祥 和乌山少女的吴谦宇 就奇迹亮相上海 为影片提前造势了 各位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高一祥 嘎主 依旧帅气的外形 依旧得体的西装 以模特身份进入演艺界的高一祥 似乎每次亮相镜头前都自带高冷气质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话就很多 什么都聊 你问他什么他回应什么 就可能多闲聊这样子 可能平常不会觉得 他可能会说一个答案 就可能就结束了 我可能说到一个东西会继续说 不愿卸下高冷帅哥标签的高一祥 只好靠着自己常人无法企及的 1米95的身高傲视一切 就是我对戏的时候 我都要这样看着他 就是巨人 但是我觉得还蛮适合的这个角色 拍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一直要好好的把就是我的工作做好 然后也是要多多锻炼 锻炼身体 因为在电影面也有要就是露 就是身体的就是肌肉的地方 然而高一祥发狠奖下的誓言 却在开拍打戏的第一天就遭受重创 我打会比较累一点 我打会比较累一点 因为就是平均的人高度没有想我这么高 所以可能我一踢然后就往他们的头上踢过去 就直接忽略过他们 或者是我非要蹲得很低才能打到看起来比较好看 打得辛苦也就算了 高一祥就连随便五个键都得拿个加长加重版的 就是因为身高的关系吧 所以把这个键做得比较长一点 就是说两只手都会很帅 或者是就是我的一只手在背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挡人家 现在拿几件来似乎真的有那么点高冷 大侠犯的高一祥表示 自己为了能成这样 拍戏时可没少花功夫练习 可惜这还没得一三秒呢 就被记者套出了辛苦背后的小秘密 有这个东西可以去晕晾去玩的话 我觉得特别的帅 因为尤其是在运动 镜头上面就是耍帅的话 我觉得我都喜欢 看来高冷什么的果然都只是浮云啊 高一祥你又暴露了 我与新天地上海采访报道